好,為各位介紹的是GMS的大燈 合法語言 這個是實車拍攝 我們這樣看,看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漂亮 這個整體的造型 那合法語言呢,以GMS來說 裡面這一塊的部分 是開模製造 然後上面會有寫一個 GMS 一個浮雕在裡面 兩邊的M字 可以做 有燈 有亮燈 那這位同學選擇的是沒有亮燈 因為畢竟可能是因為預算有限 但是先跟各位說一下 這個是可以亮燈的 然後亮燈也可以跟方向燈同步 就端看個人 然後合法語言 有合法語言的價格 那基本上GMS 應該是以三代新進站跟二代新進站來說 都有合法語言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車種都有合法語言 那合法語言的算法價位呢 最好請各位上 GMS 加碼式的 選購系統來看 會比較清楚 因為每一個細節都不一樣 魚眼多少錢 然後幫您安裝的 魚眼的工資多少錢 然後向各位稍微看一下一下 好 這個是 光圈的部分 但外光圈這個是多少錢 裡面的話是多少錢 好 如果說像外面的M字要加 加購多少錢 這個事實上 息息相關 然後是否有含安定器 安定器要幾瓦的 那所有的價格的顏色 通通會不一樣 所以各位問麥可叔叔的時候說 那這個魚眼 合法語言要多少錢呢 事實上 有時候不是我們不回答 是 差一個光圈 差兩個光圈 甚至 你裡面光圈的 電鍍面的 這個 魚眼的燈罩 換特殊色的話 那所有的價格 可能通通都會有變動不一樣 那是不是方向燈有同步 是不是有再加一些小配件 外光圈 你外面的LED 等等 所有的價格 通通會不同 那最簡單的方式 還是剛剛有提到 就是上GMS的一個 價格選購的一個系統來看看 它上面都解說得非常清楚 然後我們現在大概在這裡 我們用多角度來稍微看一下 它的GMS的大燈來欣賞一下 非常漂亮 我們還好換了一個 精油HD高畫質的DV來拍攝 它真的是會更加的 讓各位看得更清楚 然後我們看一下 HID開啟的情況 好 我們遠距離要看一下下 好這個是中間的HID 這個HID開啟的情況 好 關閉 好 各位 看看 然後 有需要的話 可以到 中和麥可張庫機車晶庭 來選購GMS的合法大燈族 合法語言族 那有需要 歡迎來 我們都會為您服務 會為您解說 謝謝 謝謝